近期国际局势动荡 新型禽流感人人自为 两行情势也不稳定 这两项不确定因素呢 威胁下股市震荡剧烈 不过美股在上周后半续创新高 也因此为台股带来反弹的契机 这个星期台股应该怎么操作呢 基金经理人就建议 现在应该回归基本面 选择一些财报优质的个股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就事论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